好 特斯拉最近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在欧洲三月份销量暴跌 然后它也失去了电动车的龙头宝座 但是你反观人家日本的丰田汽车 Toyota越卖越好 而且还越卖越赚 加米 到底特斯拉怎么了 好 加分确实 现在特斯拉的状况 大家会觉得说 难道特斯拉的末日要来了吗 怎么会在短短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说股价崩跌 你说整个市值 挣发了2500亿美元这么多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先来透过一个图卡来看 这是在今年欧洲他们汽车 在新车 我们讲说不管哪一个类别 你说油车也好 电车也好 新车的整个销量的一个统计 在今年三月 新车销量是比去年还要统计下滑的 所以你看在这个部分也是很明显的下滑 而且跟过去来相比 前一次下滑这么多 已经要追溯到2022年了 将近20个月以来 首度是整个下滑的状况 萎缩的状况这么多 那为什么会萎缩 为什么会下滑呢 主要就是被电动车给拖垮了 因为电动车的销量减少了 有11%这么多 那电动车当然厂牌很多 你再仔细去看 到底这些下跌的这些电动车 到底谁跌最多 答案告诉你就是特斯拉 它的销售量跌了超过三成 35% 那好 那你油人跌 那总会有人承接嘛 对不对 那谁承接到了这一个好处呢 就是丰田 トoyota 它的油电混合车 销售量成长了11% 所以你就知道说 真的成长得蛮多 那到底为什么会成长呢 到底特斯拉后友追兵 到底Toyota拿出了什么秘密武器 当然答案是这一个 就是它新一代的Toyota Camry 它现在在北美的部分 它总共上市了四种不同的车款 那这四种车款从入门到高阶 其实你看它搭配的是 2.5升的油电的这样的一个配备 那价格的部分呢 其实也还算亲密 因为你从入门款 大概是91万台币 然后最高借不过到111万左右 你就可以获得一辆 全新的这一个油电混合的车 而且Toyota也讲了 接下来我们再发表 任何其他的车款的部分 我们重心会在油电技术上 所以现在看起来 Toyota要走的这条路 我不是纯电动车 我是从油电混合的这部分 来切入市场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Toyota Camry 确实已经对特斯拉造成一些威胁了 那来看特斯拉 刚刚加分也问了 特斯拉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会这么惨 刚刚看到在欧洲已经 这个新车销量已经掉很多了 对 倒别了 好 再来看到另外一个 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就是中国 中国它面临到的是销价竞争的问题 你说比亚迪也好 其他的电动车 销价跟你拼你怎么 怎么打得赢 对 你怎么打得赢 对 再来美国市场 就是受到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Toyota Camry 这么油电混合车的一个公式 所以你看油电混合车在2月份 它的销量已经达到了10.6万辆 跟去年相比 大幅成长了超过5成 54% 而且为什么会成长这么多 主要有时候大家会想说 我买燃油车比较便宜 油电混合车过去比较贵 可是现在它价格已经只比一般的油车 大概只多9%而已 所以其实看起来价格没有到落差太多 而且销量卖得多好你知道吗 一般我这经销商 我进来一台新车之后我要卖出去 有时候我这些都是仓储成本 我要放在这边我卖不掉 可是油电混合车 25天就能卖一辆了 电动车的话要三倍 要一个多月才卖得出一辆 油车大概也是要大概50天左右 才卖得出去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油电混合车真的很抢手 其实这个油电混合车过去 马斯克听到油电混合车不以为然 是之以鼻 油电混合车我呸 这过度时期的东西 怎么可能卖得赢我电动车呢 因为他过去就讲说 这个头头它Raffle 你这个过度时期的东西 不可能打进这个市场了 但是你看Raffle它在北美市场 已经卖到2万台 是去年同期的三倍以上 结果现在趴在地上找牙的是谁 就是特斯拉对不对 现在为什么会大获成功 我们透过它的油电混合市场来看 2003年其实在这个油电混合车的上 就已经快速的在成长当中 那其实当然对特斯拉来说 威胁很大 那主要还是消费者的习惯来说 你说我原本开燃油车的 我习惯还是去叫站加油 对不对 那你突然叫我改到一个电动车 我要找充电站 充电站不普及怎么办 对不对 我的使用习惯上面 就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用油电混合车的话 我还是一样加油 但是我一样可以减少碳排 所以这是消费者能够接受的 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现在头塔它现在要从这一个 油电混合的角度去切入的话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它要想办法降低成本 它降低成本 从特斯拉身上学到两个秘密武器 哪两个 第一个就是一体式的压住 我们讲到上海 就是特斯拉的超级工厂 它的车的外壳 很多零件都是一体压住 一次把它做好 这个部分头塔也学起来了 所以它现在把很多的 这种大型的零件 车身等等 我用大型压住的 一体成型的 制造时间只要三分钟 我只过去 三分钟 我车行就好了 过去要一个小时 虽然时间大幅减少 但是还有人力成本 你要计算进去 过去要很多师傅 在拴那种螺丝什么之类 现在不用 一体成型就可以搞定 那另外一个 功夫是什么东西呢 叫做数位软身 就是表示说 我除了实体之外 我同时有一个虚拟的形态 那我透过数据的分析 我透过这个虚拟的 就知道你实体的车 可能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实体的生产设备 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可以立即去做调整 我不用等到说我打造出来 用了之后才知道有状况 所以这也可以大幅降低成本 所以这两个 原本大家会觉得说 这特斯拉的秘密武器 不好意思 现在TOYOTA 也同同给它学走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 TOYOTA很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三节式造车 什么意思 过去我们感觉 车子就一整台 对不对 从头到尾把它打造起来 没有 现在它造车 分为前中后这三段 所以嘉宾你看 这是一台车对不对 对 前中后 那你说自动驾驶 是这个车子都已经弄好之后 才有自动驾驶 我告诉你没有 它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 你看就是已经在 它还没有完成 变成一台车的时候 它就已经有了 因为你前跟后 我有轮子 所以我只要前跟后 建立起来之后 它会自己过去去找 中间这一段 就把它拼凑起来 这么厉害 所以你也不用说 什么厂房很大 要盖什么输送带 不用 它直接把这个技术 已经放在这里面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现在的科技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现在呢 其实这个丰田集团会长 丰田张男他就讲了 车子的市场 车跟电动车 我一刀切两分这个市场 他认为说 中间还有油电混合的这个部分 是他们要积极来做的 所以他就讲了 他认为纯电动车来讲 其实全球的市占率最高 不过是三成 那表示说 如果你全部去打造这个电动车 我只有三成的市场 那旁边的七成怎么办呢 他现在要敞的 就是七成更大的版图 所以他认为接下来 包含这种油电混合 或者插电式的混合 氢燃料电池跟燃油车等等 会可以瓜分剩下的七成 所以接下来 丰田要主打的 就是要把这七成最大化 赶快把这些 这个汽车销量部分 从这七成把它给捞回来 好 丰田张然 你可以说他是预言家 因为他当时就说了 他要发展是什么 油跟电去做混合的 结果马斯克还说 你这个过时东西 不可能长久 结果人家卖到翻掉 但是丰田张然 其实他要做的是什么 他不只要卖车 他背后还有一个 很大的蓝图要去做 对 赵本 你讲这句话 真的就知道你内行了 对不对 因为其实你知道 他开始去做这个 所谓新能源车 其实他重点不是在做 纯电动车 他要做的是轻能源 我们今天带大家到日本 到日本这个埃之县 它的这个丰田 PD3的这个工厂 一进去这个大厅 大家可能没去过 包含我也没去过 但你进去大厅 看到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主要 最映入眼点的是这台车 这台车其实是 Toyota它推出的轻能车 它其实在2014年 就推出来了 名字叫什么 叫Milai 听起来很浪漫 它沾成中文什么意思 叫做未来 未来就是要打造这种车子 为什么要打造这种轻能车 因为轻是非常好 容易取得的一个 这种能源的一个来源 所以它砸了一兆日元 研发20年 但是你会觉得说 奇怪了 2014到现在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我怎么都没看到 什么轻能车在路上跑 你是不是发展失败 其实不是 它要靠着这种终端的设备 来发展上游的 更大的一个版图 尤其是在这一块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就好了 你要发展轻能车 你要什么 你一定要有轻能部门 所以包含研发生产销售等等 这个生态缺 你要把它给建立起来 所以重点是在于 丰田它的氢燃料的一个电池 是它未来主要发展的一个空间 这个燃料电池除了 刚刚讲到说 它的轻能车 要不要用轻能源电池 要嘛 对不对 那我当然不是只有用在车子上面 我扩大一点 重型机具 包含我的船舶等等 我未来也可以用这些 氢燃料电池 那接下来船 如果电动船的话 要不要来给我丰田 要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包含我过去车子 车厂拿来盖引擎的 我接下来燃油车不生产了 我把那个引擎的工厂 拿来变成除氢罐的一个工厂 我未来只要这一氢能发 就是发电出来 有这种氢能源之后 我总是要有储存 储电的这个功能 我就用我这个旧的工厂去改造 再来发电的部分 为什么说氢是这种 零碳排非常好的东西 你把水做电解之后 它就产生氢了 水跟空气这种东西 大家都很容易取得 所以你就知道发电的部分 是他们要去克服的东西 再来另外还有 我其他跟各大厂去做合作 包含家用的这个氢能系统 我跟东京瓦斯 跟Penna Somi可去合作 所以你到旁边 你看这个过去是加油站 现在变成加氢站了 你过来就可以拿这些氢能源 去做家庭的一些发电等等 甚至你一些大型的一些车辆 我过去不是去 之前是去加油 现在去加氢 我加氢我就可以跑好几天了 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未来的发展 另外包含自清厂 就是我把一些 已经碳中和化的一个天然气 送到这边去 它就可以变成氢能源了 所以你可以看起来 它看起来好像原本说 它发展着氢能源车子 没有 重点是在于 它的氢燃料电池 那到底这个东西 未来发展性有多高呢 我们来看到 其实在欧洲 其实非常讲究环保的 所以现在氢能技术 在欧洲市场非常的具有优势 所以现在他们也积极地 把这个触手 伸到包含法国 包含荷兰 去做这种氢气加助站的一个发展 要来打造更大的一个氢能网路 而且最主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氢能的技术超越锂电池 我们在讲锂电池 要做锂电池 你需要什么 锂矿 对不对 中国常常就把锂矿握在手上 那我现在不要求你 你未来锂矿用完的话 它是不是会变得更贵 锂电池变得更贵 那你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一种 你真的为能源着想 或降低成本的功用 所以现在他们发展这个氢能 是未来的一大科技 那刚刚我们讲到氢能 比如说对车子也好 对船舶也好 对于未来日常生活的 种种发展也好 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但是它绝对不是说 只有发展性能而已 现在TOTA还巧巧的 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是对于他们未来车用的市场 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还记得二月份 这个台积电熊门场 二月二十四号 风风光光开幕有没有 大家都去剪彩 各大官员都来了 但是为什么这么快 现在已经决定要来 进行二厂的一个投资案 主要就是因为 现在日本政府大力的投资 因为现在我们讲说 这一个日本的熊门场 台积电的熊门场 大概几大股东 除了台积电之外 包含Sony 索尼 然后包含Denso 然后另外还有包含就是丰田 但是你要知道 丰田它是只有Denso 两层的一个股票 所以如果说把这个Denso 加上这个丰田 视为同一个团体的话 在二厂的部分 丰田它的持股比例 将会取代Sony 成为日本最大的一个出资集团 那接下来 台积电现在是什么 生产金片 没错 它丰田主要针对是什么 真的的汽车 所以如果我今天大量的投资 台积电熊门场的话 我可以获得更多晶片的资源 那我是不是有机会来发展 车用晶片 那未来在车用的市场 有更大的一个未来性 这就是接下来 可以关注的一个重点 中间 双界 演艺界 跨界揭秘 中案 悬案 逢极案 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 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 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网